自己或物业维修都用得上 上下水路的改造也是属于隐蔽工程的一种 它既是装修工程中最先施工的一个项目 也是装修中最重要最容易产生隐患的项目 搞不好给您来个水漫金山 您自己损失不说 如果殃及到了邻居您就三赔吧 赔礼赔钱赔功夫 所以这道关您得拔紧点 装修公司对水路改造的收费 一般是按水管的长度计算 不用开槽的名管和埋在墙里的案管 都是按多少钱一米计算 材料费另外计费 水路改造有个基本原则 宁可要把握住 也就是走顶不走地 原因就是水管铺在地上 水管得承受水泥瓷砖的重量 再加上人在上面走动 有踩裂管道的危险 而水管走房顶 装在吊顶里 就是有问题检修 也非常方便 水路改造开槽的深度 应保证水管在墙面以下 并且要用水泥沙浆进行覆盖保护 这个保护层的厚度 冷水管不小于一厘米 热水管不小于1.5厘米 通过这个指标的把关 就可知道 它开的槽是否合格 另外 冷热水管的间距 也不影响于20公分 PPR管是目前性价比最高 最常用的管材 它需要热龙后连接 每个连接头连接后 要等一会儿再进行下步操作 以免影响连接的牢固性 宁可提醒工人 别太着急 冷热水管的安装 也有个基本原则 它就是左侧热水 右侧冷水 上至热水 下为冷水 安装好的管头 要水平一致 管道连接好后 还要用管卡固定 冷水管卡的间距 应不大于60公分 热水管卡的间距 不大于25公分 管子固定好后 管头不能让它总张着嘴 工地上比较脏乱 杂物掉进去 日后就是麻烦事 见到这种情况 要提醒工人 立即加个管堵 其他上下水管 都是如此 我们应该举一反三 郑重地提示您 管道负败前 一定要让工人 做打压策漏实验 谁给您打保票 都不要信 这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